欢迎收看CTF TALK 网络论坛 两岸下一步重磅对谈 我是主持人洪淑芬 我们是一个从国际局势来关注两岸发展的节目 希望带大家透过比较高的一个视野来关注两岸的下一步 同时也希望透过在现场重磅级来宾的对话 开启两岸的和平契机 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要先邀请大家来加入我们新的频道 你可以在YT搜寻到CTF TALK 网络论坛 打开订阅 开启小叮当 然后接收所有的通知 这样子最新的所有的影片 就可以让你第一时间接收到 我们除了有一个小时的完整版之外 每一个来宾的精彩的论点 我们也会剪成10分钟的短版 也方便大家来点击 首先就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我们第一位是北京清华大学博士蔡振元老师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 老师好 苏芬好 大家好 第三位是淡江战略所副教授黄介正老师好 苏芬好 各位大家好 我们看到这个惊吓海域的翻船事件 已经从2月14号到现在超过了10天 但是这10天来两岸的舆论可以说是踏法 因为对于这个海巡署的处理方式 很难对于死者交代 首先我要请教一下蔡老师 因为我们看到就说台湾在过去单方面 有一个惊吓海域的禁区 我再次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图 上个赵一集我们也曾经看过这个图 它是禁止水域线 还有一个大陆翻覆的这个地方 都是在禁止水域线 还有这个限制水域线里头 但是我们看到在事件发生之后 这条隐形的线 似乎现在大陆也宣布不存在了 那另外还有就是大陆的三艘海警海监船 也逼近了马祖的海域 甚至在礼拜五的晚上 我们看到解放军东部战线微博公众号 也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海报 写的是回家 那看到这个图当中 是大手抓小手 吸手出火坑 那同时在右下角呢 有一个象征美国的自由女神 还有一个火焰 这个火焰烧的是一个台湾岛 那同时呢 在这个海域上面有看到海警船 然后另外呢 上面还有歼20船 所以我请教一下蔡老师 我们看到这个东部解放军呢 现在已经在台湾海峡附近了 之前就已经部署了歼20 可以说现在是海空齐发 那台湾所希望的维持现状 目前看起来 似乎已经在急剧的转变当中 现状已经改变 新的常态已经出现 而有一个这么单纯的事件 本来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 明快负责任的态度来处理的 一个意外的事件 但是却是经由海巡单位 以及所谓海洋事务单位 再加上大陆事务单位 联合掩盖 想要把这个事情 从一个应该负责任的一个角度 变成不想负任何责任 而且还要把责任推给大陆的渔民 或者大陆的相关单位 所谓的监管不远的结果 这种心态本身就非常可疑 再加上有人命上的损失 当然会在大陆引爆墙内的民怨 而且在这个大陆事务部门 所谈话里面 竟然认为自己的执法并没有不当 没有过当也没有失当 而且把他推到说 在所谓禁限制水域里面 台湾当局有权利做这样的处置 当然更令人愤怒 即使是在台北市的街头 一个警察执法失当到这种程度 也是不能接受的 何况是在一个复杂的海域里面 如果不把他从一个很单纯的 海巡船去撞翻的 大陆渔船的角度来处理的话 要把他上纲到所谓禁限制水域 当然大陆可以直接了当 一口的否定禁限制水域的存在 台湾的所谓的禁限制水域 是准用国际海洋法来的 因为国际海洋法 它规定在领土的外面12海里 可以有领海 在领海外面再加12海里 可以有比林区 那这个国际法律明文规定了 可是适用在两个土地中间 就比较麻烦一点 必须要用中线来画 所以不可能用这个所谓 12海里24海里 所以现在看到台湾单方面所画的 金门岛外的那个禁止水域 就是所谓的领海线 那个限制水域就是所谓的比林区的线 所以在比较狭窄的地方它重叠了 比较宽的地方它就分开了 那任何一个所谓自称主权单位 或者是政府单位 它在禁止水域所谓领海的权利 以及在限制水域所谓比林区的权利 它是一个有相当的规定的 而且有明白清楚的规定 那今天呢 这个所谓禁限制水域 在金门画这个中线 在国际海洋法 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规定 就是你画中线 必须得到中线另外方面的同意 不过我怎么知道 你中线是真的中线 那如果没有签订协议 对方没有承认 这个中线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彼此签订 这个协议在 只是一个默契而已 应该是说 台湾方面画好了 大陆方面 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 但是好像在这个态度上面 也相当的宽松 为什么 因为如果依据国际海洋法的话 那个地方是大陆的内水 什么叫内水 因为从泉州的潜头鱼 去拉到厦门的古浪鱼 就刚好把这个通通包进来了 那个已经不是领海 内水 内水是比照领土 在领土上面 有百分之百的主权行使的权利 到了领海的话 那就没有完全的主权行使的权利 到了比林区 只有一个局部的司法 一个所谓的追悉的权利而已 那在这个法律上规定这么清楚的 那台湾方面在过去跟大陆 签订23项协议 就是这两条线 没有在任何协议里面 那可能在当时 大陆方面对这两条线 也没有太在意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台湾方面在禁限制水域的内 里面严格执法 坚定执法 整天惹势生非 什么惹势生非呢 台湾民进党当局自己成论 在蔡英文执政这段时间里面 总共有执法9000多次 也就是驱赶大陆的渔民 那今天这个事件的发生 又非常的特殊 怎么说特殊呢 大家都讲说 撞翻大陆渔船 大陆渔船 其实名正言顺来讲 那一艘谈不上渔船 那一艘叫做海上作业船 什么叫海上作业船 因为那个金下水域非常的窄 很多渔民就在海上 拉好渔网 比如说我傍晚拉好渔网 我明天中午去把渔网收回来 那或者是我在下午布好渔网 我晚上半月去把这个渔网给收回来 这种布网收网的这种 所谓卷洋机跟卷洋船 那一条船就是这种卷洋船 它并不是真的去抓鱼的 它是在布网跟收网的 那碰巧在这个2月14号的时候 他们前一天就把网布了 没有想到海流漂的关系 那个网漂一部分 有一半跑到这个 这个所谓金限制水域里面来了 那它当然就跑到金限制水域来收网 有点想说我在打球 打一打球 跑到你家围墙里面去了 过去捡一下 过去捡一下 基本上是这种现象 所以很多人在讲说 那是渔船 那为什么没有所谓的船级 没有船号 它是作为船 本来就不需要 所以台湾的指控人家 是一个违法的三无船只 台湾自己的 在岸边的那些布网的船 然后养科的船 哪一条船 有编号 哪一条船的船级登记 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 那一般老百姓不知道 无所谓 你海巡人员怎么会不知道 而且是每天在你眼皮底下 进进出出的 那我们台湾的渔民 有没有这种情形 有啊 我们在自己的海域里面 不好玩了 也会飘到那边去啊 为什么 海流是上帝决定的 不是你大陆跟台湾方面决定的 结果你把人家当作什么 三无船只 违法船只 民进党还把它解释 可能涉及走私 你们脑筋啊 我第一次听到走私光天化日 中午12点 跑到你们眼皮底下来走私 这个就是欲盖弥彰 想要掩饰台湾的海巡单位 执行失当 这个不当 甚至于过当 所产生的悲剧 要来掩盖所有的责任 这个因为掩盖责论的心态 所以产生说法的行为 说谎 什么叫说谎呢 第一天海巡单位说谎 第二天这个陆 什么大陆事务部门说谎 接下来海洋事务部门的管碧林 说谎更多 邱台湾也说谎 这个管碧林也说谎 然后海巡单位 开记者会也说谎 那你这种说谎 不愿意给人家一个清楚的交代 什么要清楚的交代 你第一天说人家自己翻的 后来又说自己撞的 可是明明白白的 现在证据都出来了 是你的海巡船激烈的去撞到这一艘 大陆的这个海上作业船只 你这个渔船的作业船只 一撞翻了的话 就产生两种情形 船上的人一定会落水 那有个问题还没有办法交代 就是说这两个实则 到底是真的淹死的还是撞死的 我个人判断撞死的比例 是比淹死还要大 就像大部分的车祸 很多车祸翻覆 并不是说这个摔到外面摔死的 而是在车子里面碰撞死亡的 那为什么要产生这种情形 我为什么做这样判断 因为死亡的是船脑大 你告诉我船脑大会溺水 然后那两个渔工不会溺水 好像不合理 这完全不合理 所以最可能就是落海之前已经失能 所谓失能要么就是撞分了 要么就是撞了这个手脚不灵光了 要么就是第一时间就会撞死了 那撞死的责任跟利弊的责任又不一样 我们必须把这个 就是这个东西全世界在处理形势问题 没有例外都要分清楚的 那你不给人家一个很重要的真相 然后你去惩署相关人员 你去做一个适当的赔偿 请问一下大陆民众的名义会压迫大陆的主管单位 来进行反制动作 所以今天你看得到的就是说 大陆 邱代三说大陆没有严格执法 他就稍微严格执法给你看 海监船也来了 这个海警船也来了 然后也上船对台湾的观光船检查 以前大陆对于台湾是相当的友善 台湾的渔民跑到大陆去 根本只要拿个台胞证上岸都可以唱KTV 他完全没有任何限制 也没有什么进限制水域 那台湾的观光船 整天在大陆的水域里面放来放去 也从来就没有任何管制 那这一次为了回应大陆的名义 稍微上船检查 你说你没有严格执法 执法给你看 没有上船检查 然后这检查结果你说你是什么 伤害台湾人民感情 这么挑动人民两岸的这个 你民进党自己搞了这么多烂摊子 你怎么还有连去怪罪大陆这么做 所以两岸在这种很复杂的处境里面 因为这个事情处理不当 只有上升到的所谓主权问题 以及尽限制水域的问题 台湾只会吃不完兜着走 好的确呢 陆方人员其实呢 跟海警署也进行了第二次的闭门会议 但是最后是不欢而散 那在台湾部分的很多的民众 尤其是年轻人 他们认为说事情闹得这么大 为什么呢台湾的领导人蔡一文 都没有出来讲话呢 而且很多年轻人都认为说 会不会即将就要发生战争了 我们先来看街坊 先来看这一段 大陆渔民两死世界延烧 三艘大陆海警海间船 逼近马祖海域 距离南竿一度仅剩5.5海里 我觉得这个蛮严重的 对啊就是会很像那个 卢沟桥事变的概念 所以就会希望说如果要处理 可能就要好好处理啊 不然可能会演变成就是对岸 拿翘的一个 就是那个拿翘的关键吗 对 这已经闹出人命了 我的看法是 我觉得还是要厘清真相 还是要给对方一个交代 我觉得这件事情原本来说不应该越闹越大的 对啊 但现在看起来 就是越闹越大 对啊 而且越闹越大的感觉就是 未来感觉会很不好 因为毕竟两岸关系本来就这么紧张了 就是给他一个真相啊 因为中国大陆也很明确的诉求说 他们要一个是一个真相 无论有没有秘密戮气 还是怎么了 就是小孩子吵架 就是对 你叫你爸妈来啊 好我叫我爸妈来啊 对 就是谁都不会让这样子 我觉得可以 可以退一步谈谈 对啦 可以退一步谈谈 看要怎么处理 我觉得和平啊 就是可能总统之类的 刚快去处理这些事情 不然这样对 我们对跟对岸的关系 已经一年比一年还要更不好 对 有感受到 对 而且我们其实有小朋友 其实很害怕后面的会不会说 人家要上战场啊什么的 从原本的金门海域 变成了妈祖海域 我觉得这个是政府要好好的 好好的那个仔细 仔细想一想 其实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我们台湾早就知道 只是不肯公开而已 我不想多说 因为我怕被查水表 就看我们政府 现在520总统要换了嘛 看他能不能心胸 就不要那么狭窄啊 最简单当然就是赔钱 但我觉得这个 感觉不是赔钱就很了事的东西 确实比较尴尬 就是没有密入器的部分 比较尴尬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会让世界家属 就基本上很难买单啦 就是不可能的 传统观念啦 人死为大嘛 不能因为今天可能台湾跟中国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政治地位 然后我们就好像 比较不管人家死活 或把人家身边看得比较低 对那我觉得台湾也是必须给出 到底为什么这一次的状况 就算人家侵犯我们海域 我们还是要给出一个 比较可能确切的事宜 为什么人家会死掉等等的 因为老实讲驱逐就好了 那为什么会演变成到后面 可能人走掉 可能我了解的事情不够全面 但我觉得没有密入器 这件事情真的站不住脚啦 好不只是大陆死者家属 台湾民众也希望能够知道一个真相 我继续要请教一下杨老师 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 就是包含了海巡署 都是一再的说谎 就一次一次讲的内容都不一样 一再的改口 这样子真的没有办法 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 那为什么 尤其我们刚刚看到 就说也有一个年轻人说 是不是台湾领导人蔡英文 他应该要出来 好好的处理这个事情 台湾在这个事情上面 是不是误判了大局 所以现在整个的主导权拱手就交给了对方了 民进党从发生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 表现出来对大陆 不管是政府方面还人民的这种轻视 轻视 然后呢 末视 最后我觉得根本就是无视 那相当的高傲 而且 自己都已经很难跟我们台湾人民交代 在这个事情 这个使人造成的这样子的损害 那在我们这边 不管是发的原因是如何 不管它是挤无船舶 对不对 那是我们的公务船 我们的海巡的这个船舰 在执法的过程当中造成的 那这个 我觉得我们自己也 也对政府的行政部门 要求说 你要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真相 对不对 那美国的那些黑人也是命的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 你把一个这个人按的底下 以致他死亡 你看引起多大的这个渲染大波 而最后那个警察被关 判刑很久 在这个事件上 我觉得要究责 而且三个层面的究责 第一个 事件究责 要搞清楚这个事件的责任 到底是 为什么九千多次来都是驱离 这一次 你要去追捕 追捕的过程当中 是怎么样的发生了 然后呢 为什么没有录影 是真没有录影 还是假没有录影 还是密录器没有开 还是不想用 一个船只上有三种录影的设备 一个船上的监视器 一个是人杖的密录器 一个是手拿的V8 OK 结果第一时间 他说完全没有 回避这个东西 到了金门地检署主任解团官 施加龙 在2月20号吧 才跟媒体讲 没有录影 还迅速给他什么没有录影 而且有碰撞 当天的11点晚上 海巡署就赶快发新闻稿 没有录影 然后也就是什么东西 你不诚实 你隐瞒 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过程 然后海巡署也承认 多次接触 那就是多次碰撞 再隔一天 当那个船上来 大家拍照发现到 它的后旋往内凹 上面的栏杆往内凹 然后我们海巡署的船舰 这个前旋 有差撞的痕迹 所以你的前旋去撞人家后旋 也就是说后船 这个撞前船 我们在任何的交通法会都知道 后面的车撞了前面的车 谁的责任 没有任何的理由 对不对 但是海上这个情况 事件的究责 事件的责任 同时也是还给死者家属 一个交代 也是作为未来这个抚恤赔偿道歉 的一个基础 事件 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真相 第二个行政的究责 行政的这个责任 从2月14号 到2月20号 到之后的每一天 海巡署 管碧林 还有会主委 陆委会 每次讲话都不一样 最后22号 海巡署的副署长 金门的分署长 队长出来开记者会 说明说我没有录影 这个没有录影也是 这个合法的 对 然后呢 还讲出那个时间点 然后呢 把就是说 那个图也拿出来 隔一天 国民党立法委员徐晓星说 依据吹哨者讲 很具精明的讲得很清楚 结果海巡署隔一天 前一天的记者会 的内容 不对 对不上 差了35分钟 海巡署赶快改他的新闻稿 我们看到就说 所以他怎么样 他完全修正了 你知道吗 海巡署不断在修正 但是我们看到 大陆的动作 却是没有断 包含了就是 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的海警船 也到了这个马祖地区 包含了说 他的现在又发出了 我们说 这个解放军东部战区 他也发出了这样一个海报 回家 就说那种感觉 就是不是让台湾人也感觉说 大陆是不是用这种 渐进的方式 也在逼退台湾治权的范围 我先把我刚才第三个讲完 我刚才讲第一个事故究责 第二个是行政究责 所以海巡署海委会 有没有隐瞒不报 不诚实 然后呢 就是修改记录 这东西都是行政责任 蛮严重的 第三个呢 政治究责 那这个政治上也就是说 管碧林陆委会 也就是说他事实上 有没有去做隐瞒 这是政治责任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层面 就我们在台湾发生的事情 我们处理过联合号事件 跟日本的 以及广大信号 我们都是受创方 最后也要到的 应该有的真相 跟正义和赔偿 那同样在这事件 大陆这方面是受创方 难道他们不能要真相吗 我们台湾人也要一个真相 为什么 因为它会影响到 你刚刚问的 接下来这个两岸关系 大家就觉得紧张了 现在似乎有这样子 在台湾的媒体 跟一般的评论 有这样一个观点 就是说大陆这边 对于我们的 这个禁限制水域的执法线 就是说在18号的时候 朱凤林说 大陆的观点是根本 不认为这个存在 那当然他的观点 当然不认为 这是我们单方面画质的 那也是我们 在海巡署的 这个作业执法上的这个线 所以可以说是一种 暂定执法线 它不是一个海域的画界 它也不是任何的 其他的画界 它则是海巡署的 暂定执法线 在这个范围之内 那这样子的一个线 从大陆的角度 其实过去 它是存在一个 双方执法的 善意尊重之上 在这个事件上 他们等了我们几天 看不到我们 呈现事实 看不到我们 呈现善意 看不到我们 甚至看到我们 刻意的轻视 默示 冷漠的对待 那当然 对他们而言 这个东西就不存在 那大陆民意也反弹那么强 但是很多人把它去对比说 这就像是大陆在钓鱼台 2012年之后 在这个黄岩岛 或者是仁爱礁 我觉得那个是不一定的 这个正确的对比 也就是说 慢慢的它似乎在掌控 这个新的常态化的 执海的范围 甚至要把金门马祖 变成它所掌控执法的 这个权限领域 甚至更进一步 台海的这个一步一步 我觉得从大陆的角度 钓鱼台跟仁爱礁 是两国之间的 岛屿主权之争 那是不一样的 但是也不希望 在岛屿主权之争上面 发生军事冲突 或碰撞 所以它用海警的方式 然后来去让接近的渔船 或者是甚至其他海巡的 这些日本的海上保安厅 或这个菲律宾的 这个船舰靠近 可是它是一个 两国之间的岛屿主权之争 可是在金门马祖 这个海域 我觉得大陆把它看成 是一个两岸的 就是水域的执法的议题 那在这个层面 台湾发生这个事件 显现出现在的民进党政府 的这种 就是说 把它倾向于 有一种两国化 的这种态度跟理解 然后呢 同时又极度的 对这个事件 这个隐瞒 不够诚实 甚至呢 不愿意回应真相 所以呢 目前为止 我个人觉得 还算是有克制的 只是不接受你讲的 进限制水域的存在 然后呢 开始通过海警和海间 在一些 这个个案跟巡航上面呢 来表现出它的态度 这个态度一方面 是回应给大陆民意的压力 一方面呢 是在这个议题上呢 是给台湾的压力 希望你要在这个议题上 你要尽快的这个 还原真相 做适当的处理 因此 这个国台办 又有最近这两天 又有这样子的一个声明 所以从大陆角度 它倒不是说 这个像我们台湾 这边有一些人主张的 它要刚好 透过这个机会 美国之音 CNN就是这样讲 其实 它要刚好透过这个机会 把它当做一个踏脚石 因此要去掌控金门马祖 第一个否认执法线 然后呢 控制这个水域 第二个在附近的水域 完全控制 第三个走到台海 我觉得 我觉得北京 不是这样想 它在未来对两岸的问题的时候 是两岸的方式 尤其在惊吓 根本就是要走向惊吓融合 但已经是一个日生活圈 它大概不需要说 也不想说 透过这个事件 要扩大我的这个掌控 根本没有 我觉得根本没有 这样子的一种 就是想法 当然了 如果台湾不断的 就是以两国的这个态度 而且又不断的不愿意给一个交代 它可能就会扩大它的执法的频率 甚至范围 以及时间 那你看你怎么解读这个议题 你把它解读为说 它要去占领我们金门马祖的这个水域掌控 其实那就已经到了很严重很严重的这种对峙 台湾这边是不是 因为这一定是相互回应的 不是说大陆一下子就把它变成一个像是钓鱼台一样 我就开始要 过去都是日本的海上保安舰船 现在都是大陆的海鲜海巡船 对不对 那在这个海警船 在主岛的这个区域的水域的这个巡逻 我觉得大概不是说要把马祖金门变成就是 大陆的海间 这个海警的主岛 而是把它在这个议题上要凸显 同时呢 他也知道真的提高到军事层面的时候 这已经不是两岸的军事 这根本是中美之间的军事 不需要在金门马祖里面 这两个岛上面 这个有人居住的岛 一日跟生活圈的岛 然后呢去展现大陆的军事 或者对台湾的这个 这个武统的这个政策 我觉得那一下 那个可能是我们的误解 杨老师的态度是说 这个北京的态度是认为 两岸还是要先融合 虽然它是出动了海警船 到这个海域去 但是呢 杨老师是认为 应该还是算克制 我接下来请教一下黄老师 但是毕竟大家都在谈 最近就是歼20 因为在佛山基地 然后在台湾海峡的附近 都好像在之前就已经部署了 那因为歼20飞到台湾 飞到台湾的上空 是很快的时间 那前国安会副秘书长苏琪 他有提到说 他也很担心 会不会到时候 这个飞机直接就进到了台湾的上空 老师怎么看 当然隐形战机 容不容易被侦测到 这个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的报告 以我们目前空军的能力 当然没有办法完全掌握 这种所谓第五代隐形战机 是不是我们真的抓得到 这个我们目前来讲 不能是很有把握 虽然我们现在F-16的这个升级 那么已经装了新的这个ISR雷达 可能在某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 我们是看得到隐形战机的 但我要回来讲 这个金门的这个撞传的事件 非常不幸 他不幸除了人命的关系 除了两岸法律之间的解释 他还相看在一个国际的 这种特殊环境之下 今年刚刚您也提到了 这个美国现在包括白宫 包括国务院都出来讲话 因为金门的这个撞传事情 要让美国的白宫 或者是美国的国务院讲话 本身来讲这事情就很大条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美国的态度是说 希望双方都有克制 那不是只讲叫大陆有克制 那么所以美国讲双方克制的话 就是不希望把这个事情 再把它升级升高 演变成更大的冲突 美国现在正在进行总统大选 那美国自己本身 或者是北京或者是台北 愿不愿意把两岸的问题 变成美国总统大选辩论之间的 一个焦点 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去评论的事情 第二个 对美国来讲 美国现在最不需要 就是两岸出这种事情 是 520还没到 对 蔡政府要走了 那新的政府 那个阁源是谁还不知道 那么这个摊子 520以前收不收的掉 会不会延伸到下一任政府 那都是一些大问题 那么美国最符合美国利益的 最符合日本 还有所有周边国家利益的 就是台海的和平与稳定 这个台海和平与稳定 现在有一个单子 在我们自己身上 就是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当 什么样的单子 就是如果我们处理不当 而使得台海的和平稳定 产生变数 那这个责任我们就要担了 是 就在我们肩膀上面 所以我觉得不论从美国自己的 国内的政治问题 还有我们台海区域的和平稳定 的角度来看 还有周边国家 现在变成国际新闻事件 我们可以当然抽丝剥茧的去看 从Day 1第一天 谁说谎 谁没有把事情交代清楚 一路把它演绎到现在 可是你从一个大的局来看 现在是全世界都不希望 这件事情把它闹大 希望赶快解决 老师说这个单子 是在我们的身上 但是目前我们所看到 就是蔡英文所领导的政府 对于这个事情 并没有那么好的处理 甚至蔡英文她也没有出来说 我觉得这个心态上 我个人的判断就是第一个 任何两岸之间的事情 错不在我 这是一个基本心态 就是说一定是别人的错 绝对不是自己的错 当这个心态出现了以后 那你很多的处置的方式 就会引用符合自己的利益 像刚刚那个郑元兄有讲 是蔡英文就职以后 2016年才开始一直公布 这个就是大陆船只越界 或进入境限制水域的 然后把它正式的公开 你可以说是认知战 你也可以说是向国际 作为某一种这个操作 但是之前并没有 大家不要忘记在2016年以前 因为有海峡两岸海运协议 所以我们的海巡 跟大陆的海警单位 执法单位 在金门水域是做 联合搜救演习的 每一年还做 而且还变成新闻来报道 2016年之前是联合搜救演习 在2016年之后变成查弃对方 变成是对抗性的 所以我觉得刚刚前面两位也讲了 就是说你心态上面就是对抗的 心态上就是两国 你心态上就是把对方当作是恶意 或者是坏人的话 那这个就影响到这整个事件 至于说歼20部署在广州的佛山 新的这种部署 其实它距离 它几乎就在东莞旁边没有多远 广东佛山 这个东莞 其实都是连成一条线 它就是一个共同的区域 它距离台海很近 距离巴士海峡也很近 所以歼20它部署在那个位置 对台湾当然会有威胁 更近迫的威胁 尤其是它的隐形技术 但是对于整个 从西太平洋要进入南海的 所有的其他国家的航空母舰 船舰 飞机 也会有一样的影响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战略的地位 所以歼20在我来看 不只是针对台海 针对南海 也是如此 对菲律宾也造成非常近的威胁 OK 刚刚黄老师有提到就说 看起来这个事情呢 是需要台湾这个部分 自己来做解决 做一个解方 但是接下来 蔡英文她已经要下台了 但是赖清德要上台 我就来问问三位来宾 因为赖清德要上台之后 很多人都说 这段时间 是不是有一些上任之前的考试小考 赖清德的两岸第一课提前开考 那当然有几个问题 当然我来一个一个来请教一下来宾 包含大家所关注的终止ECFA部分 另外还有弄乳断交的问题 M503航线的问题 取消了到大陆的旅行团 另外就是今天我们所讨论的 金门翻船事件 以及现在接下来大陆海景的盘查等等的 那我要先请教一下蔡老师 就说赖清德在520就职之前 他其实已经开始要开考了 很多的考试的题目已经等着他了 您怎么看 赖清德会比蔡英文处理两岸问题 更有弹性 更有弹性 我是不做这样想 不做这样想还没讲完 我先讲一下 因为台湾的台独意识形态的形成 是一个很复杂 又很久远的一个过程 至少有50年以上 在这形成过程里面 这些支持台独的人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 这一点不管是台湾老百姓或者大陆老百姓都应该理解的 第一个他们想把台湾跟大陆越隔绝他们认得越好 必须先确定这个事情 第二个为了创造这种隔绝 他们认为隔绝就等于独立 这是一个逻辑上他们的思想上推论的 那因为隔绝 所以论了台湾人就不是中国人 然后一边一国 领土互不相隶属 那越隔绝的话 就不能越亲近 那不能越亲近就要越对抗 就要不断地丑化大陆 要敌视大陆 这样才能够维持台独的正统性 而且维持他们台独的纯粹性 换句话说台独也是在拷贝纳粹思想的运作方式 这一点台湾很多人都把它太过轻忽这个发展 前段时间好像没隔几天吧 大陆复旦大学有一个国际政治系的教授叫沈毅 他写了一篇文章说 跟台湾讲道理如果有用 两岸关系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 意思是说我们不讲理了 不是 不是我们不讲理 我们讲的是另外一套道理 就是我所讲的台独一诗形态 我们来看看是这个赖清德 因为在520他要救助自己 我就是说回国头来谈 那台湾的 连国民党是这样子的一个处境的话 赖清德 你说要稳固他的政治跟权力基础 你说他会放松多少 你说他放宽多少 那当然也很可笑 就是说你蔡英文为了要反击M503的航线 你说限制台湾的观光旅行社 不可以组团到大陆访问 这很搞笑 M503是国际民航组织核定的航线 那在马英九政府时代让有名兄介正兄 他们帮了很大的忙 因为民进党在那边闹 那马英九有个人格特质 很怕民进党闹 就赶快去跟大陆妥协一下 你503已经核准了 你可不会靠西边一点点 那大陆想说好吧好吧 不给你国民党为难 谈判底下 就真的往旁边倚了一些 好啦 倚也就算了 现在蔡英文执政已经快下台了 大陆才恍然大悟 而且九二共识已经没有了 我干嘛还遵守 以前跟马英九打了一个默契 就又把他搬回来了 搬回来蔡英文找不到任何筹码来反制 就想到一招 我禁止观光团去大陆 大陆缺你台湾的观光团吗 一点都不缺 第二个 你这个是伤害的是 大陆的旅行社还台湾的旅行社 当然是台湾的旅行社吧 那是以砍自己的手指头 来表示对对方的抗议 可是不要忘记 这个对于这些台独群众很有用 因为台独群众 他们的思想里面 是激烈的反对台湾组团到大陆去观光的 怕两岸将关系越来越亲密 然后呢看到了大陆的建设 一天比一天进展 到现在为止 他们还不断的在自我麻醉 说哎呀大陆高铁没有靠背 大陆吃不起茶叶蛋 你觉得这很荒唐 可是在台独群众里面是很盛行的 因为他们要用各种的话术 来贬异大陆的发展 来贬异大陆的这些老百姓的水平 以提高我们台湾人尊贵的地位 让自己觉得高人一等 以前香港人也是这样子 那现在回过头来 赖清德能不能处理的更好 不会 因为他也受困于他自己这种台独的意识形态 他甚至于他的病症会比这些台独群众更严重 因为我跟他认识不是一天两天 他用这种自我麻醉的方式来坚定他的台独信仰 可是除非他碰到了墙壁 这个人才会怎么样 看到棺材才会掉泪 看到黄河才会行驶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会有多大的强度让他改变 如果像围岛演习的话 很多台独群众跟什么王定宇这些人就变得非常的乖巧 那大陆基本上我也要说两句 他只把中国国民党弄到一个很严重的困境 以前中国国民党 我在政策会在国民党内服务的时候 我们都很谨慎的在执行九二共识 那大陆也在讲没有九二共识 就会地动三鸟 天崩地泪 定海神针 结果蔡英文2016年废弃了九二共识 结果大陆上推出的会台措施更加多 两岸的贸易更加上升 让民进党在宣传的时候可以说 你看吧 这个国民党九二共识就要投降派 投降的老半天大陆还不买单 我们现在废弃九二共识 证明大陆需要我们 不是我们需要大陆 大陆非卖我们产品不可 你国民党不是压嘴变鸡嘴 鸡嘴变压嘴吗 所以在上一次国民党内有讨论说 要不要废弃九二共识 在江景臣当党主席的时候 我公开主张 因为我敢讲我为ECFA拼过命 在国民党的党内跟议场里面拼过命 在那个时间里面我现在后来我都决定说 我们国民党建议应该要搁置九二共识 为什么 是你大陆毁约 蔡英文飞机九二共识 你对他更好 那我遵守九二共识 你对我没这么好 这当然是政治上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可是话要说回来 赖金德他会冲撞两岸关系 冲撞两岸关系 他会冲撞两岸关系 不要以为他不会冲撞 因为对他来讲 台独是一个神圣的宗教目标 跟信耶稣 信阿拉一样的道理 不要忽视他的潜意识的思考方式 所以你说 除非在美国的命令底下 陈水扁在两千年当选的时候 是美国的博瑞光直接拿了四步一没有 让他念的 这他把他念出来 在民进党里还引起轩然大波 所以美国如果没有强而有力 告诉赖金德 五二零你照这个念 赖金德念出来还是两岸互不隶属 台湾的主体性 我们的自由民族对抗专制 他还是这一套 那你觉得这一次美方在五二零 赖金德就职的时候 他的演说上 美方会不会也递出一个 什么样的条子来呢 美方很可能会递出条子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确定 美方会递什么条子 这个要问他们两位美国专家 现在美国内部也乱成一团 那我就来先 刚刚那个淑芬的那一个版 这个显示版 就是在我们总统大选之前 到目前的这几个中国大陆 还有我们做的 包括取消妇孺团 包括现在金门撞船事件 等等 这上面所列的每一点 都不会引发国际利己的 高强度的反应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其实这个中国大陆 非常有技巧的 在处理两岸关系 而不让它升高到 会引发国际社会的重大反应 所以这就是五二零以前 赖金德要想清楚的问题 换一个 这一个我们现在 两岸中间的敌意在升高 但是国际的声援非常有限 为什么 因为这些处理的 都是台湾自己受到的压力 旅游团不能出团 这惩罚自己的小孩 刚刚郑元说 兄说切自己的手指 其实这些做法 国际社会都无法反应的 他不买你的东西 你没办法反应 取消过去的优惠 国际社会没有办法反应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讲金门撞传事件 美国白宫跟国务院要讲话 就是你不能够让火烧起来 烧起来变成美国被逼到要反应 现在美国要改善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今年春天 拜登总统还想跟习近平通话 所以不要因为小事情的 这个蝴蝶效应 到时候震震震震到了 震到了更大的 中美关系架构 就是美国不要看到 这就是赖清德总统当选人 他自己在520之前 要非常非常谨慎的部分 我接下来请教一下 杨老师怎么看 就说赖清德在520就职之前 以及他的就职演说 会有什么样让人不意外 或者意外的事情吗 我比较不一样观点 我觉得赖清德当选之后 这些一连串事件的发展 这是一个策略 是 这个策略是在 他制造他在就是就职之前 的两岸关系的低档 甚至恶化 而使得他的就职 其实可以从 原来蔡英文的这个八年 再往下的这个基础上 往上看 你是说他在520的就职演说上 或许会释出一些善意吗 这个不是 我的想法是 你不要忘记赖清德 他现在是这个副总统 是 而且他已经当选 那在所有的这些重大政策里面 我们以前在这些会议当中 他都会在 在所谓的国安会议里面 他都会在 而且他现在在的角色不一样 因为他已经当选 我们还不知道他的国安团队 但现有的国安团队 怎么可能不尊重这个 已经当选的 要接班的人 他又一直是在这里面 所以从M503 到6月1号的禁团令 到这次的金门的事件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他一定第一时间都知道 他最后针对 针对这个金门事件 也讲了三点 三点不痛不痒 事实上就 证实了我认为 他其实是轻视忽视 在这个议题的严重性 他只是说妥善处理 尊重海巡的这个执法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策略 是说必须要问 为什么9000多次的一个距离 你这次在大年初五的时候 要去做这个追捕 而且好吧 就都没有录影 应该都有录影 而那次没有录影 又追捕到了之后 当然事情突出了 发生错误了 造成船的翻覆人死亡 本来不是这样子设计的 本来是要把他追捕起来 逮捕起来 然后证实说 你看即使在过年期间 我们的水域受到大陆的渔船的 这种侵犯 然后呢 我们做严格的执法 那一定也引起对岸的一些回应 在这个议题上 千万不要误会 海巡署的这个第一线执行人员 他会突然心情 这个心血来潮说 哎呦 我要抓这艘船 前面长久的执法 不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其实 美国给赖金德有压力 尤其是那篇文章 就是格莱伊所写的 以及后来 就是来的美国的前高官 他当选的那一天 有没有 隔一天 美国给赖金德有压力 那赖金德 他的个性不是这个样子 他根本 他也知道刚才委员所说的 蔡委员所说的 台湾的民意有变化了 然后呢 他的个性是说 他比较冲撞的 他觉得美国给他压力的时候 他知道一个氛围 让这个氛围 又走向比较低落的情况 因此他不需要站在美国 蔡英文的这个情况之下 去往上看 他把他这个立足点 再往下拉一点 所以他只要稍微 释出一点 愿意的这个善意 而不需要做具体的 美国的要求 或者是说大家期待讲 具体的这个两岸善意的释放 他就可以表现出 他这个至少这一关可以过 这个禁团令 不可能是一个要520 离开的政府去禁止 6月1号的事情 这一定是赖清德的决策 我觉得他有参与 甚至就是他的决策 那这个事情 金门的渔船事件 的这个 就是说不管他是不是 刚开始有这样 有参与到这个规划 事件发生之后 他一定是每一步成 过程中他都知道 他都有在决定 管毕宁 某种的这种态度反应 也大概是看得出来 蔡英文团队 跟赖清德的 这个基本的态度 不会在这个事情上 做退让 让这个事情变成 但他也知道 这个事情闹不起来 因为美国在选举 大陆也不希望 把这个事情 惊吓之间的 这个事情变大 所以呢 以这样子的一个基础 大家会紧张的时候 他就520或之后 慢慢释出一些 他的这个 就是说 这个话语 这个话语也许会造成 就是这个稳定的基础 但回到刚才委员所讲的 一个东西 台湾现在 这个倾向台独 这个是一般的观察 是真的没有错了 但是另外一个层面 这两天 我们的驻美代表 于大雷 他在这个讲的时候 他说台湾现在 已经不讲独立了 他说现在台湾 在台湾没有人 在讲独立了 当然同时 他在讲这个 军门渔船事件 讲给美国人听 你可以知道 当一个外交官出身的 驻美代表 在公开的赏盒 在讲 这个军门渔船事件 这一定是 这边的国安的单位 告知他说 你要这么做 而且你要怎么讲 一二三都给他了 于大雷不是那么 政治性的这个人物 他是被告知 要去做这些事情 但那一段我们就 只是证明我的观点 就是说 其实台湾的国安单位 在居美代表 在军门渔船事件 从头到尾都在掌握的 而且大概照他们居本走 但是于大雷讲的 台湾不再谈独立 这个有两种意思 一种意思就是说 我们很多人认为 我们已经独立了 所以不需要再讲独立 另外一个意思是 你讲独立 其实就等于是战争了 大家也都知道了 OK 可是呢 当美国的那个 葛莱伊的那篇文章出来 而且葛莱伊那篇文章 我个人认为 是代表的美国官方的 一定的某种程度的态度 中间有重要一点就是 你台湾必须要让 北京的领导人相信 统一仍然有可能性 否则的话 两岸之间的这个稳定保证很难 你讲不讲统一 讲不讲独立 其实都会出现可能的这种 武统的这些发展 当美国都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个什么意思 这整句话用中文讲 就是四个字 九二共识 可是现在在台湾 这个赖信德 当然那个是在 就是选举之前的 这个文章 可是赖信德现在当选之后呢 他不可能回到这个基础上 九二共识基础上 所以他要制造一个情势 把情势恶化之后呢 他再回到蔡英文路线 我的判断是 就是说 这种各种资讯 尤其是连这个 外交官出身的余大雷 在美国都这么深刻的 谈君们渔船事件的话 也就是说 来自于赖信德跟泰英文的 这个国安团队 已经训令他们在 整个这个议题上 怎么去操作 让这个情势更加的 就是让他担心 美国也开始在提出警讯 的这个恶化 我觉得根本不要管 美国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 因为这个问题上 是我们自己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处理好 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先不要把这个东西丢到说 你看美国担心了这个东西 不要造成两岸的 这个紧张跟对地 所以呢 你大陆的这个海景 海间继续来出航 是不对的 这个怎么回事 是你自己 没有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人家只是做一个 回应式的这个动作 所以我是觉得 在 我们可以看吧 520在赖信德的讲话 大概还是延续 蔡英文的这些论述 为什么 因为整个情势又更加的恶化 他也不需要再去回应美国的压力 如果有美国的压力的话 或者是说任何面对 这个九二共事的这种压力 好 我就晓得黄老师 是不是有不同的看法 因为毕竟台海之间的局势的关系 其实背后拉高来看 依旧是两大国之间的博弈 尤其呢 我们看到 美国在年底的总统大选 很多人认为说 川普现在看起来是来势汹汹 没有可能是川普会再度的当选 那川普时代的白宫副国家 安全顾问博明呢 他就把台湾比喻成为了 冷战时期的西柏林 我要请教老师 台湾在这样的强权的算计当中 还有多少的负债 多少的资产 西柏林当时 整个北约 美国 欧洲 西欧 付出很大的代价 去保住西柏林 台湾有没有这个价值 会让这么多的国家 冒这么大的风险 柏林 空运 空投 来保住西柏林 这是一个台湾自己要去思考的问题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才在我自己的专栏里面写 说台湾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 你如果做得好 你就是别人的资产 你做得不好或惹事生非 或者是欲盖弥彰 本来小事你把它搞成烂事 搞成大事 把危机升高了 那你就变成别人的负债了 那所以 所以我才会讲说 博明讲台湾是西柏林 台湾有多少人要感觉到很兴奋 其实西柏林那时候非常的危险 别人要拿也就拿下来了 那靠的是什么 靠的不只是什么民主理念 而是你自己值不值得 别人为你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那现在台湾很多事情的处理 刚刚淑芬也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目前国内讨论的不多 就是从旧金山 这个拜登跟习近平峰会之后 王毅讲了很多次 叫做旧金山共事 但是王毅讲 但美国国务院也没有回应 美国白宫国安会 也都没有用这个词 那从这个旧金山共事 王毅口中的旧金山共事 再配上另外一道菜 很重要 只是大家现在还没有特别注意的 就是中国大陆开始 在过去只是要美国共同遏制台独 现在是要求美国要支持和平统一 变成他论述中间一个新加上去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个东西自然会给华盛顿增加压力 但是对于两岸又何尝不是 换句话说 就是武统跟合统的选择 你要不要把这个方程式 让它成为中美双方之间 打牌的一个关键点 台湾如果真的爱自己的话 你不能够忽略 这个中美之间的变局 而我们现在所有的假设 这都是在拜登政府 如果说是川普在回来的话 那连美国人可能自己都讲不清楚 他可能会如何处理未来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比如说他讲所有大陆苏美产品 统统一律60%课税 那这个从经济上来讲就是脱钩了 因为中国大陆必须会有反制措施 那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事实上在大陆的台商 大陆苏美产品中间有很大的 大陆的外贸的前20名 是台商的厂商占超过一半 所以我们如果从自己自私的角度来看 这一局没有那么轻松 也不是单纯一个船上面的漆 有没有被撞掉 尾杆有没有撞歪的问题 你要把它拉高那个角度来看 今年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 结束以前是一个局 结束以后 下一任美国总统产生了以后 是另外一个局 所以台湾跟大陆跟美国 跟东京跟韩国 大概都要等到今年11月以后 才能够总结经验 去看一看 从明年1月20号美国总统就职 到2027年中共21大之间 习近平在想什么 美国会做什么 赖清德有多少空间 这个才是一个更大的局 的确 两岸问题考验着大陆 当然也考验着台湾当局 我们透过重磅级学者的对谈 希望提供你洞悉局的一个视野 同时也希望我们的节目 透过这样的对话 能够带动提供两岸合并的一个契机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 我们的CTI Talk网络论坛的播出的时间 两岸下一步重磅对谈的节目 在YouTube CTI Talk网络论坛 中天电视在礼拜六的晚上 八点是上架首播 另外在中天电视中天新闻 礼拜六的晚上11点24小时直播 也有播出 还有就是在全球大视野 中天电视礼拜天的下午4点钟 也有播出 欢迎大家按时来收看 好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 来到节目当中精彩的对谈 也希望我们提供给你的节目 可以给你有不同的视野 在最后呢 欢迎大家将我们的影片分享出去 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回再见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剧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798 CTI-798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